国产剧的迅速发展呈现出题材和内容越来越丰富的内卷 医疗行业剧、公关危机题材越来越常见 甚至连消防类的电视剧也如井喷般出现 电视剧《它从火光中走来》 杨阳和王楚然搭档主演的消防代播剧《我的人间烟火》 都是这类题材中阵容在线、配置亮眼的代表作 尤其是电视剧《我的人间烟火》 自观宣以来就热度不俗 王楚然和杨阳在戏外的种种热议 也让这部剧未播鲜活 不过电视剧《我的人间烟火》 迟迟没有官宣上线 观众等到花都谢了 却等来了另一部消防大剧《照亮你的上线》 从《照亮你》首播上线的剧情内容来看 这部剧以男女主的感情线作为主线 既凸显了消防员这个行业的崇高使命 又展现了高田成熟的感情观 除了央视上线的 《梦中的那片海》之外 热度表现最出彩的平台独播剧 就是电视剧《照亮你》 积压两年 内容上头 《照亮你》用剧情引观众入坑 电视剧《照亮你》 讲述的是记者徐莱 张若南氏和消防员近石川 陈薇婷氏之间的爱情故事 十年前 徐莱在地震中被困 是近石川及时出现 救下徐莱 为了安抚当时的徐莱 近石川与徐莱许下十年之约 两人再次相遇时 便上演了女追男的爱情故事 在剧情设定里 徐莱是个活泼靓丽的年轻女孩 近石川对她来说既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也是自己的义中人 只是面对直男近石川的抗拒 徐莱迫不得已成为攻略近石川的倒追女孩 剧情里 徐莱时时刻刻都把心思写在脸上 以采访之名 对近石川展开全面攻势 吃饭的时候 故意加近石川碗里的菜 近石川不配合采访 他就开启跟屁虫模式 主打一个死皮赖脸 而近石川面对徐莱 这个不按套路出牌的女孩 完全没招 两人在各种欢喜冤家班 你逃我追 你插翅南非的剧情里感情升温 在开篇的前两集剧情里 徐莱和近石川动不动 就会有四目相对的心动瞬间 一开始对徐莱完全无感的近石川 也慢慢掉进了徐莱的陷阱中 在徐莱刻意疏远之后 他反倒有了几分追欺火葬场的势头 显然 在《照亮你的情节》看点里 有不少俗套的偶像剧情节 但是高甜又自然的男女主相处画面 也成功让观众越看越上头 少女心爆棚 如今 电视剧《照亮你》 已经播出了爆款现言的效果 可惜 《照亮你的》的剧情 越让观众上头 网友越不解 这部配置出众 看点充足的电视剧 怎么磨磨蹭蹭 积压两年 才姗姗来迟 选决运一言难尽 两位换联演员影响观感 其实从《照亮你的》主演配置来看 陈伟霆和张若南这一对荧幕CT 可以说是男帅女美 两人虽然有一定的年龄差 但在已经上线的剧情里 碰撞感十足 CT感在线 但可惜的是 《照亮你》 选到了最合适的主角 却点背地选中了两位 站在风口浪尖的配角演员 某王姓演员因为家暴被官微除名 剧中王姓演员的所有出镜画面 都有演员戴项羽经过 为要换脸处理 从两位演员的风格来看 某王姓演员和戴项羽 其实都是胡子拉叉的大叔 苏感路线 但是两位演员毕竟长相不同 所以换脸后的效果相当突兀 戴项羽在剧中的颜值直线下降 很多镜头里 她的五官 脸型都不够自然 一部剧有一个角色 给要换脸 就给后期增加了很大的技术难度 而照亮你天天还有一位演员惨遭换脸 演员徐开成因为各种恋情绯闻 引发了一系列的负面影响 虽然情感问题在演艺圈已经屡见不鲜 但是徐开成在照亮你中的露脸 还是被严肃对待 进行了后期换脸 在远景镜头里 观众还能从五官 脸型辨认出徐开成的模样 但是在静景镜头中 徐开成的脸都被换成了演员王子锐 从人气来看 王子锐本身的知名度不高 唯一出彩的角色还是星汉灿烂里的配角楼奔 经过AR换脸之后 本来就辨识度不高的王子锐 在照亮你中更加难以辨认 关键是 只要人物动起来 王子锐饰演的方怀一角 就以配角的存在赶抢了主角的戏 戏看就会发现 演员的五官一直在晃动 整张脸PS痕迹明显 假到难以扶重 虽然说 照亮你中 被换脸的两个角色 都是戏份不多的配角 但不成熟的技术 以及换脸后的成品 还是影响到了观众的追剧体验 这也是电视剧照亮你 积压了两年 才和观众见面的原因 如今看来 演艺圈的生态环境 已经让VR换脸成了热门生意 之前的电视剧突围 风雨宋春归 了不起的儿科医生 都遇到过类似的情况 尤其是像突围 风雨宋春归 这种争议演员戏份较多的换脸 甚至至今影响了电视剧的质感 和主线剧情的推进 从无种角度来讲 这大多都是争议演员自身的问题 但也说明有些电视剧 不重视选角的被调工作 导致演员一旦翻车 基本上就毁了主创团队的所有心血 增加了后期打工人的工作量 这类情况对VR换脸技术的支持和促进 可以说是相当有利 但比起麻烦后期 观众还是希望剧方 在选择演员的时候 把口碑 人体 也作为选角的标准之一 目前电视剧《照亮你》 还在热播 好在被VR换脸的演员戏份不多 照亮你 本身的定位恰好又以主角为主 没有过分的全项刻画 不然别说是积压播出了 照亮你 能否顺利上线都很难说 最后 你对电视剧《照亮你》 中压换脸的效果有什么看法 是否能接受电视剧《中阴烈换脸》 导致的剧情缺失 画面失真 中压换脸的剧情缺失